好 至於國內藍談方面 中華男藍代表隊從今天也開始集訓了 為三個月之後的仁川亞運來備戰 其中明星前鋒野獸林智傑 由於左膝受傷可能要在下週開刀動手術了 對 不過由於這次是提早備戰亞運 那總教練許金哲學認為 等野獸商譽歸隊之後 可以期待中華隊在仁川打出槍 去年亞警賽一樣的四強夾擊 那目標當然是禮拼奪牌 半月版嘛 它就是有破損嘛 然後有剝弱一些東西下來 就是半月版就是 就導致現在外側膝蓋會卡卡 然後可能要做一些關絕鏡的手術 把它就是修補一下 中華隊明星前鋒林智傑 樂觀看待左膝的傷勢 儘管這將是野獸職業生涯第一次的手術 但是他不害怕 希望左膝儘快復原 8月投入球隊集訓 趕上9月的仁川亞運 醫生的評估基本上應該會開刀 那所謂開刀應該是關節鏡 像天蕾之前差不多的狀況 所以預計希望他8月可以回到球隊 中華男男從3號開始練兵 距離亞運至少還有3個月 球隊擁有充足的準備時間 開訓第一天透過NBA全套的體能測驗 藉由數據 針對球員不同的特性 強化每個球員的特質 今天開始報道 其實我們距離 第一次一地訓練還有50幾天的時間 到瓊斯杯其實我們輸出 兩個半月的時間準備 所以今年中華隊跟往年會比較不一樣 所以會讓他們能夠比較充裕的 個人的體能 還有一些個人的動作 如果說亞錦賽的四強成績 沒有帶給許靜澤壓力 那肯定是騙人的 不過壓力就是動力 他想要再突破 期盼中華隊在今年仁川亞運重返四強 UDN TV 許家榮 楊玉昕 台北報導